巴西青年海边细水遭鲨鱼咬下生殖器不致身亡 上个周末在巴西海边 一名细水的年轻男子和赛 Jose Ernest de Silva 遇到鲨鱼攻击 他的生殖器及部分大腿被咬下 事发的点位于巴西东北部的Pi-Date海滩 根据了解 事发前救生员提醒和赛往岸边靠近一点 然而没多久他就被鲨鱼攻击了 路人拍下了意外发生后 海滩上的游客将和赛脱离海面的画面 影片中可以看到人们试图用衣服绑住伤口 以减缓大量的出血 随后 救护人员将和赛送往医院急救 医护人员说明他的伤口范围非常的大而严重 因为大量的出血 到达医院时已进入昏迷状态 即使输了血仍然造成了休克 医院进行了紧急手术 但他的生殖器和大腿鼓鼓已经如同节肢般的被扯下 送医术小时之后 何赛就被宣告死亡 据英媒太阳报报道 今年4月当何赛的妈妈看到鲨鱼攻击新闻后 就曾警告他不要去海边玩 但他仍然瞒住妈妈和朋友一起出游 意外发生时 何赛正和他的朋友们在深水区里游泳 该区已设有小心鲨鱼出没的警告标示 救生员发现他们越游越远后 立刻请他们回到靠近岸边的潜水区 就在那个档下 何赛被咬了 这已是该的区两个月内的第二起鲨鱼攻击事件 今年4月15日 一名35岁的男子在同一地区被鲨鱼攻击后 不得不进行了手部与腿部的截肢手术 这处备受度假者喜爱的海滩 自1992年起便传出多起的鲨鱼意外 曾经发生意外的地点也都设置了警告标示 目前海岸线上已设有超过110个的警告牌 但仍无法阻止意外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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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生意外